底下切到綜合練習2 那這裡當然有一個範例是多重的 也就是說今天他的那個 邏輯是這樣 這個人的體重 身高體重性別 然後 他的標準體重應該是57.4 所以這個人應該是要還要再多吃一點 就是可能 相差12.4 那變成說他應該要增加這麼多 那另外的話 這個人他80公斤 可是他標準應該是73.5 所以他應該要少吃一點 要減重 那這個當然因為現在好像 發現那個 以前的風氣好像學電腦蠻盛的 現在反而是 健身的課程比較 航一點 每次到下面那個聲音就很大 蹦蹦蹦蹦然後大家就跳得很開心 反而好像 對於那個 健美這件事情大家比較關心一點 所以 這個 那當然我們 如果說今天呢 類似像這樣 所以現在好像很多的健身中心生意都蠻好的 所以他可能也要需要做一些會員的管理吧 OK 不然的話 這個 不知道怎麼去 那當然你可以 去 假設這邊有一個範例 增減 那背注部分的話 你就 只要顯示 標準或不標準 那 標準或不標準的 條件就是說 如果他 超過 正負5% 就是 5% 表示說 他的這個 這個 增減體重 這個表示過瘦了 過胖 負5% 就是在 這個兩個區域外面 表示不標準 中間表示標準 如果你的邏輯是這樣的話 那你要該怎麼樣 直接在背注裡面顯示 標準 不標準或標準 那這邊有用到 if 加上偶的函數 其實你用and也可以啦 and的邏輯就是 反反過來 這個 和這個 表示標準 所以你其實你可以試試看 and或偶其實都做得出來 那怎麼做第一個 插入函數 用邏輯 邏輯裡面的if 那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有兩個 一個是 增減體重百分比 如果大於版之五 或者是 小於 負版之五 兩個可能性 可是只有一個格子怎麼辦 這個地方 請注意一下 我們可以自己打一個偶兒 偶兒之後的話 刮虎 刮虎 你可以 第一個條件 逗點 第二個條件 逗點 第三個條件 那直到 你的條件完成之後 後面再加一個後刮虎 那我的習慣這樣 會比較 或者你可以 在這邊插入函數 再加上那個偶來 不過我覺得 直接在這邊打 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OK 那第一個條件什麼 如果這個 增減體重百分比的 這個裡面的儲存格 裡面值 大於 小於 百分之五 第二個條件 逗點 這個條 這個裡面的儲存格 小於 負 百分之五 OK 然後是用 或的話 是其中一個條件成立 因為 這兩個條件不可能同時出現 不可能又大 又很胖 然後又很瘦 應該不太可能 所以 如果這個其中有一個 偶兒的話是其中有個條件成立的話 那做什麼呢 輸出 所謂的不標準 其中有一個 反之的話呢 就是標準 OK 這個是偶爾 那 輸入方法 一個 豆點 第二個 當然你如果第三個在豆點 OK 然後 不標準 標準 這個不標準指的是 這邊的條件有一個出現的話 你看確定 好 向下填滿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的話 就會自動幫我把什麼 這個應該是標準 因為它正負百分之五之內 這個也是 好 那這個是過 過瘦 過胖 OK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們可以 很快的判斷出 到底 他的 身材標準 或不標準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 那第二個就是 各位可以 再想想看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的邏輯 我現在用偶爾 那你想說我可不可以用and and是 所謂的連擊 那連擊怎麼判斷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改成and 那偶爾記得是 它是其中一個方向 我剛剛講 那如果and的話呢 是所謂的交期 交期是兩個都要重疊的時候 才會 是and 那我也可以用and來判斷 如果 它的體重 小於5% 而且 大於 負 5% 這個是5% 以下 OK 小於 這個是負5%以上 這兩個可能會同時成立 有個交期 我記得好像前面我們有講過類似的東西 有沒有 那 怎麼怎麼做 那請各位也許試試看 這個偶爾做出來 看看能不能把它改成and and也可以做得出來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後面一樣 我們的 做法後面還是會有延伸到VBA吧 那VBA 不外乎就一個按鈕 兩個按鈕 一個清除吧 另外有一個是插入函數 你看有沒有什麼使用者 這個有個使用者定義 我們可以再增加一個什麼 也許叫增減體重 百分比函數 確定 給一個這個 自動跳出標準不標準 好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